疫情期间呢 我们今年也没有 大家有去过会 我今天 我今天能跟大家这样聊聊天 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 对 而且因为我们今天 大家也第一次啊 用这样的方式 大家通过视频里面聊 其实在家宅的久了以后 大家有可能 也会有一种新的发现 有可能是一项新的生活技能 有可能是新的生活感悟 用我发现 然后起一个头 好 准备上大屏 我们大家来看 举起话头的是刘维 我发现 就是大家在假期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肥胖 就是我现在已经胖到了 我自己人生当中的巅峰 你现在多少斤啊 说实话我现在的上秤 我今天早上刚起来上秤是 71 真的假的 你怎么可能71 你140啊 你有那么惊讶吗 你多重啊 等一下等一下 哎140真的已经 我觉得脸上进 应该是会很很肥了 你没有 你完全没有哎 不你告诉我 你怎么做到的 我跟你说实话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130 130 你现在100 你现在都这么上脸了 你130的脸更瘦啊 你的130 看起来整个脸好胖哦 有很上脸吗 哇那我那我先 我先走了啊 那今天就来到这里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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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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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退了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谁有新的发现呢 我们大家也可以 一起来聊一下 我发现 我发现 哈哈哈 你不用你不用发现啊 哈哈哈 我发现手手手手 手机好好玩啊 我我记得 我有一次还凌晨 三点钟我还看到刘维直播 嗯 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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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你有看到我吗 唐海销进入房间 哦你没有看 你没有你没有给我刷礼物吧 应该 对我没有 我不会不会弄 嗯 不刷礼物的看不见 那开元 你的发现又在哪里 我我就发现中国特别好 我记得到15的时候 我看元宵晚会 然后整个元宵晚会的内容 都已经变成了抗议 对 很多很很感人的东西 然后我就真的 我真的是边看边流泪那种 我这就是我最大的发现 我这样一个人 我会我会有这样的感情 这样的感触 这我自己是想不到了 对 对 我能理解你这番话 因为当一个大的疫情来的时候 中国特别好这五个字 是我们能够去感受到的 最后呢让老薛来说一说 你宅在家里面的发现是什么 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发现 是我发现 我第一次接触到我爸爸的头 虽然我爸爸把我的头剔得那么烂 对吧 但是呢 你心里还是很开心 对 但是当你去摸到他的头的时候 你当他的头发掀开的时候 你发现里面一层全是白发的时候 你是另外一种感受 你会发现你很久没有陪你的父亲 如果不是这次疫情 我不会去这么做 可能这一辈子我都做不了 你懂吗 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对我感触很大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到我前天 我也去看我爸 我也是摸摸他的脸 我也感觉皮开始松 然后脸上的老年般开始多 这种感触 你如果是感觉天长日久 你天看着是没有感觉 但你真的是去摸一下触感一下 这个是真的 我一直以为你会觉得很惭愧 就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去做过这件事情 刘威给点掌声吧 像这种情况之下很需要 怪不得掌声 对 就是这个掌声是送给所有长辈的 因为宅在家里面 小辈们平日里面对你们的关心都太少了 也希望这段时间不知道小辈们做的这些事情 能不能让你们会觉得我们是一种弥补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